作词 李宗盛 众生心就是佛心 众生和佛只在绝迷之间 我就想一想 绝目的众生就是菩萨就是佛 而菩萨迷雾了就是众生 所以大家要明白 佛法不是纯理论的 不是说教的 佛法而是实实在在要去修 要去做 才会相应 什么相应啊 和菩萨的心相应 你才能感受到菩萨的存在 我们要学习佛的德性 佛德是对我们一个学佛人最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人的道德没有 更何况他能学到佛的道德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的道德 那么我们的境界才会提升 那么我们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短暂的 只是暂时的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永久的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内心的纯洁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良心 这样我们才能到达彼岸 回到妈妈的身边 大家记住 在人间 每个人都有贪充斥 贪什么 贪很多 什么都贪 只要我想要的东西 我都想要 只要我想得到的东西 我必须要得到它 从小生出来 人就有贪心 小孩子的时候 爸爸妈妈给了他买了一个玩具 姐姐妹妹要用 要玩玩 小孩子就哭啊叫啊 不给他玩 正难道不就是贪心的开始 所以人要懂得 我们首先要不能贪 因为贪了之后 你慢慢的就会懂得 恨 因为当人家 把你所爱的东西 夺去的时候 当你得不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称恨人家 称恨人家 就会做出很多的愚痴的事情 不理解自己的事情 所以贪称痴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生活在人间 虽然这是我们的劣根性 但是学国人 我们是能改变自己的劣根性 我们明明想要的东西 只是不是属于你的 我就不想去要 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不是属于你的 我就不想去得 如果不该我说的话 我就不要去说 不该我做的事情 不要去做 那么这个就是佛德 要懂得 贪称痴 会把我们心中的 善念 善意 善良的本性 都会慢慢的磨灭 记住 一个人为了贪财 慢慢的 他可以损失 他自己的良心 那就像有些 做生意人一样 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 他可以损害 其他人的利益 伪劣产品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良心 我们在莫把时间时期 我们要懂得 怎么样来爱惜自己的会命 所以请大家记住了 我们不但做善事 我们要管好自己的 生口意 管住自己的身体 很简单 可以不打架 可以不做这些坏的动作 嘴巴也比较容易管住 可以不说人家的坏话 不做坏事 但是意念要管住 就相当的困难 大家想一想 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意识当中 当你意念走偏的时候 你会丢失你的纯洁的德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菩萨教我们连意念都不能有 为什么 当一个人意念在想杀人的时候 难道他没有犯罪你 当父亲吵架的时候 这个太太说 我恨不得把我的老公杀死 正在切菜的时候 他心里想想 恨得不得了 我恨不得现在 就拿把刀冲过去 把他宰了 想一想 这是不是意念犯罪 所以要懂得 意念犯罪更糟糕 为什么 首先影响了你的意识 和你的八世田中的意识 第二 你们知道他失去了什么 他失去了菩萨对他的信任 因为意识菩萨最了解 因为连鬼都知道你想做坏事 所以你是骗不了天 所以你是骗不了天 骗不了地 最后骗的就是你自己 佛法 佛法是宝 大家就知道 佛法是不是宝 发展 弘扬佛法 就是庙 我们就是要用妙法 度尽所有的有缘众生 用善巧方便法 度尽我们所有的众生 学婆人对外 要认识善恶 那么今天你们都在学婆 你们能不能认清自己的善论 你们有时候把恶人当成善人 你们把劝你的好心人 你们当成恶人敌人 这就不辨是非 不明真理 所以要懂得学婆人 要学菩萨的智慧 因为有了智慧 你才能辨别谁好谁坏 所以要懂得我们对内 升起气场要平顺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 要懂得我们的心和佛 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所以佛的心非常的平 非常的顺 而我们自己的心不平静 我们有烦恼 所以气场如果顺畅 烦恼就不会产生 所以文家说 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 首先他就是气不顺 我就是想不通 我就是生气 我就是难过 这口气我就是裂不下去 你说说看 他接下去 是不是生烦恼了 烦恼随之而来 由气不顺开始 所以学博就是要懂得把自己的气先理顺 大家知道我们学过很多的管理 学过企业管理 物业管理 什么管理都有 大家学过 大家学过心理管理吗 大家有没有学过情绪管理吗 没错 现在台长就教你们用佛法来管理你们的情绪 管理你们的思绪 管理你们的思维 心空体空啊 如果一个人心也空了 他的身体才会空 一个人不去烦恼 烦恼就不会找他 一个人喜欢找烦恼 烦恼就紧盯着他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永远不和烦恼交朋友 我们要和法喜交朋友 我们要接近菩萨 所以我们就永远没有烦恼 记住 没烦恼的人 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 因为有烦恼 你的心 你的肺 全部被烦恼所遮住 你是照不见你的五蕴即空的 所以要懂得 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身体 就是五蕴假和之身 今天有 明天可以没有 今天这里长了一个肿瘤 明天可以消除 今天不开心了 明天会开心 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活在无常之中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当中 就是跟我们说 要照见五蕴皆空啊 大家一定要把烦恼去除 我们就会离开五蕴 大家明白吗 一切为心照 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不开心也是想出来的 烦恼也是自己找的 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有多少烦恼生出 难道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吗 所以有句话叫 自找烦恼 我们人就有一个毛病 喜欢自找烦恼 要记住 一切为心照 心生则业生 你心里生出来 恨人家的心之后 你的心就会有恨的种子 种下 如果你心中生出善良的种子 你的心就长出美好的过时 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用水 一杯水 然后呢 跟对的这杯水 拼命的说 你是一个很好的水啊 你这个水能帮助我们啊 我们很爱你啊 讲了很多话之后 就放到冰箱里 放到冷冻的柜里 等到几分钟 十几分钟之后 把这杯水拿出来 他所接的那些花 漂亮 如果你打这杯水 对着他骂 说你很丑恶 你非常坏 我很恨你 不停地讲 五分钟到七分钟 然后你把这杯水 放在冰箱里的冷冻壳里 过了十几分钟 当你拿出来的时候 那些条本 那些图本 是丑恶无比 大家想想看 我现在讲的是水 难道人的脸 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这个人的脸 天天被人家骂 他的脸会好看吗 他能像台湾一样好看吗 大家要明白 做人就是要经常 听人家说好话 才会发誓充满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 让人家说你好话呢 那么你先说人家好话 那么人家才会说你好话 对不对 过年的时候 恭喜恭喜啊 恭喜巴财啊 同喜同喜 你也是 这不叫报应吗 这叫上报应 那么你骂人家 人家接下来骂你了 那你的脸难看了 人家的脸也难看 你老公骂老婆了 那老婆接下来恨你了 脸难看了 那么老婆也骂你 你老公也难看 那么你们一家子 孩子在边上 愁眉苦脸 一家子脸都难看 现在知道吗 如果一天 一年下来 天天吵架 你知道这个人的脸 会变成什么样吗 非常的丑恶 非常的丑恶 所以很多人会看相的人说 这个人 你看他的相 你可以知道 他心中想什么 发愁的人 他是什么相 开心的人 发财的人 他是什么相 他们都看得出来 为什么 就是相由心生 菩萨早就讲过了 你们不跟菩萨学 跟谁学啊 所以要记住 我们心要能清静下来 清静下来 我们就能化解无常 化解无常 虽然我们可以今天碰到这个事情 明天碰到那个事情 但是我们不怕 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能够化解无常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我们心中有爱 爱能化解一切 大爱能够转成真爱 真爱才是人间真谛 才是学活的真谛